那这件跑兵事件好不好 因为还没有发布通计嘛 所以就事先称跑兵好了 专家说陈信火防兵长官们的军旅 试图预计会受连坐影响 金防部指挥官恐怕也会因为管理疏失 遭受责罚 在明天国防部会到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 报告当中呢 其实并没有提及这个二胆罪名士兵 他的失踪案的相关处置 董哥怎么看这件事情 对啊 前线最重要的两个金马 马祖没有肉 金门跑了兵 掉了人 是啊 你觉得很意外吧 其实也不意外 因为散犯已经非常久了 空军的弟兄们在卖枪 陆战队 陆战队有两把步枪的枪击不见了 被人家的 然后一把手枪变成倒计枪 你看这个是什么部队 是不是 我们部队这么少又 怎么人少反而难管理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 今天这些政务官员讲的 老实讲都停不下去了 我突然想起奥斯卡今天最有名的 叫做妈的多重宇宙啊 真是的 真是多重宇宙 你可以看嘛 你为什么因为 民进党执政以来 他对中国大陆的态度是非常恶劣的 那很多东西是无中生有 他非常清楚 那中国大陆认为说要谈的话 我们所有的过去的默契或者签的任何东西 他有一个前提就是在九二共识 你承认有九二共识之下 这个就好讲了 那大家记得马正鲁时代 我们有两个海型了 我们看到大陆那一团浪捕 而且来业绩就跳上去要拔了 结果两个就被载走了 大家记得那个事件 那马正鲁那时候又跟对岸有那个 就所以就嘛 我们就派海型组做代表 跟中国大陆的海警队 就在海上把人就直接接回来 我们那时候连人带枪被人家掳走 可以这样讲 可是有没有造成什么问题 没有啊 跟对岸打个招呼说 你们那移民太可恶了 业绩还把我们的警察都给抓走了 那讲一讲 对不对 那移民还要受到承罗 可以看到 那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情况就是 中国大陆它就变得有选择性了 对 他这次什么都不说 然后邱泰山也说他们还以读不回 是 他以读不回 他要知道说这个人是为什么上来啊 是不是 任何一个业界进来的 我们要知道他到底要什么上来 他经过很多的盘问 那今天不是说你跟他要 他就会让你回来 万一这个人自己不愿意回来 他的意志很重要 自由意愿很重要 他认为说我透气蔡英文政务啊 我今天来寻求政治庇护啊 也可以啊 如果不能回来就投共了嘛 是 他如果这样讲 你能够把他送回来吗 那你送回来是不是连林毅夫一块送回来 不可能嘛 林毅夫的意愿就是要留在那里 他在那边也有非常好的发展嘛 对不对 那所以你今天看到 我们官员讲这些 真的让人家听不下去 为什么 两三个礼拜前 有两个罪犯在那里被送回来 对不对 洪正经 昂姑 还有孔祥志 那这个杀手是影响到 影响到赖清德力 影响到民进党的 那对整个治安的那个杀伤力很强 你就光想88枪你就知道 那他送回来啦 所以没有什么问题啊 两岸共打条例还在啊 那这个共打条例的前名是什么 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的条例 的协议啊 的协议 共同打击犯罪 问题这个兵他是犯罪吗 好像也不是啊 他如果他要去投奔对岸很难讲啊 所以你今天中国大陆要先明白他的动机 你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要弄清楚你又是一个惊人身份嘛 那他没有弄清楚他不会还你 洪正经跟孔祥志也是被他抓了好几个月以后 他才放过来 因为他他把所有东西弄得很清楚 原来你是为什么你是为什么 所以他了解说原来你是在跑路逃亡这样 就有一些这样的过程啊 那我觉得说我们政府啊 因为你过去对中国大陆 不但不友善而且是欺负他羞辱他啦 那现在变成没有办法谈 你知道蔡英文一当选哦 邱泰山那时候一当选还没有 蔡英文还没有就职 邱泰山那时候很着急啊 他找了我几个朋友说 他要大陆的某些人的电话 就是要跟对外联系看下来怎么 那当然因为邱泰山跟大陆的某些人有交情 可是太久没有联络可能没有电话 我讲这个我负责哦 那为什么表示他很急着说 民进党执政以后会不会跟大陆就 就铁板一块 所以他要跟对岸的人打个 打个信息打个招呼 或者来探紧一下会不会有 下来会不会怎么样 因为里面很清楚的 对台湾影响很大是埃克华 埃克华我们很多东西 消息那边是不用关税的 那民党很多人也怕 如果大陆一下把这断了 民进党一当选这个断那个断 那那怎么办 对台湾的伤害一定比较大 大陆的伤害几乎没有 他没有太大伤害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 可是今天你可以看到 今天这鱼完全束手无策 他变成说所有主动田都在对方 完全在对方 那这个对方是怎么样呢 对方说我愿意把这两个人弄回来 可是台湾还有很多罪犯在大陆没有回来 有些人是有政治性的 譬如说某些议长或怎么样 对不对 或者某些议委他就不放回来 那你今天就完全拿他没办法 所以两岸现在本来民进党认为说 我拒绝你所有东西 表示我很强悍我的主动 那即使你真的碰到问题 你束手无策 解决问题不是这样的 只有单方面跟人家要 你平常有付出什么吗 没有嘛 你平常就是羞辱别人 然后获得选票自己很快乐 那你真正需要了 你现在怎么办 我如果是 我如果是这个上兵的爸爸 我跟你正午要人 我一个小孩 对啊 让你派去前线当兵 结果你把我搞丢了 那今天所有消息都没有 对 对不对 所有消息都没有 你们金方是不是把我小孩埋害 杀死了丢到海里面喂杀鱼 然后骗我的小孩去投共 我也可以这样讲啊 因为我交给你的时候 是一个正常的小孩 是不是 是一个完整的小孩 所以我觉得今天民党政府自己要去思考 今天两岸还有全世界跟中国大陆很多态度已经不一样了 你看这两天王毅 他可以两个死对头的国家现在发展外交关系 沙烏地阿拉伯啊对不对 那大家想这个人做得到是做得到啊 有些事情他讲的很简单 他说其实全世界的问题不是只有俄国跟乌克兰 还有其他很多问题我们是做得到慢慢来调解 那这个就让人家看到一些能力嘛 今天民进党政府什么都做不到每天叫骂 陪美国人在那边唱和 那王建仙为什么要出来选他最大的说 台湾千万不要当美国的一条狗啊 人家叫你干嘛就干嘛 狗粮你还要自己买 其实王建仙要表达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台湾人自己要想清楚啊 还让民进党这样再搞下去的话 我们很多事情其实都没有办法去解决嘛 那今天民进党自己都搞不清楚 像那个立委他连那个条例都已经没有 他自己都不能 他在立法院是最重要的国防外交委员会 那那个委员会几乎没事就在开秘密会议 他了解很多金方的东西 国防的东西 外交的东西 他竟然连这个都不知道 不是太可笑了吗 好 嘴兵哥 对这件事情呢 我们才知道台湾这边真的束手无策 灰头土脸啊 是这样吧 我们现在已经在洗地了 没注意到吗 第一个他们现在定调这个兵是什么 被对方掳获 掳获 所以他基本上是个俘虏 所以他是俘虏喔 他不是一般的逃兵喔 那请问一下俘虏 根据我们要根据哪个条例把它弄回来 你要跟他换服吗 请问一下 你要把向心夫妇拿去跟他交换 你知道吗 对 不会的话 因为你把对方定调为俘虏 我觉得向心在台湾跟俘虏差不多 不就是这样子吗 然后再来现在说 说是跑兵是吧 对 还不是逃兵叫跑兵 难怪今天我一听冯世宽讲一个 我听不懂 他说他 他认为这个兵不是游过去 结果他不是游过去他怎么过去 他是开任意门过去还是飞过去 还是还是跳过去 他不是游过去到底怎么过去 那怎么样是失足落水漂过去 我不知道啊 他不是游过去到底怎么过去 所以难怪定调为跑兵连游都不是 所以是用跑的 他是什么铁掌水上飘 对啊铁掌水上飘 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 所以我们根本就是荒腔走板到一个可笑 基本上 因为现在两岸之间的联系几乎全断 对 那几乎全断喔 老实讲 因为这个人又不是罪犯 他也很难定位为罪犯 那你现在也不把他定位为逃兵 然后呢 你又说是被对岸俘虏了 那请问一下 到底这个人到底身份是什么 所以我们自己现在 连这个兵的身份 都没有办法界定 请问一下你怎么样 你要把人送回来 那我不认为对岸会留这个人啊 你知道他们 他们昨天还发一篇文章 我听到快笑死了 说根据这个火防兵喔 有啊 就好像可以推测 那个二胆岛的防务如何 怎么样 哇塞 你觉得老公很在乎 二胆岛的防务怎么样 你觉得二胆岛现在还有多少驻军 你认为打仗的时候 那边是要怎么守 我觉得 你们扯这些东西会不会太夸张了 你干脆直接说 因为他是火防兵嘛 从火防兵 因为他最了解 每天送到二胆岛的食物 那你就可以推测出来 台湾的运补能力 然后 然后现在兵到底吃些什么 然后台湾的营养价值多少 胆固存多少 你就可以把它撤出来 他撤这个要干嘛啦 所以这就是一整个荒了 因为别人整个绿营测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知道开始跟你鬼扯这些东西 那其实这个东西本来很单纯 我不知道这个兵为什么要去 但是我不认为他是什么间谍啦 我不相信啦 他可能一下神经抽到 或怎么样就跑去了 那对对案来讲 我觉得他主要也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就像刚刚董哥讲的 其实是红振军这些人 我抓到你之后 我也先要看一下 调查一下到底你来的是什么目的 你是不是跟我们 中国大陆本地的黑帮有联系啊 或是其他什么状况 那确认都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再把你送回来嘛 那同样这个兵我也不认为 中国大陆会留很久啊 我认为他们大概也是看一下 到底什么状况 然后如果确定他身份 都没什么问题 那接下来就是看你民进党的诚意 我现在担心的是什么 是民进党不知道 怎么去要这个人 因为你没有注意到 民进党政府 一直把姿态摆得很高吗 就是一开始中国大陆说 我们可以开放啦 然后结果呢 他一开始本来是 航点不愿意开放的 对 然后现在很勉强的 开放一些航点之后 但陆克还是不开放 那请问一下 你开放航点 不开放陆克 意思到底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一步 转的二五八万 好像中国大陆会来求我们 问题对中国大陆会来讲 人家是来花钱的 我来花钱你还这么转 而且我顺带一提 大陆国务院总的李强嘛 因为今天人大闭幕会议 他也提到耶 他说我们会让更多的台胞 还有台青到中国大陆 还要让他们荣得 尽有更好的发展 让这个两岸是正常往来 他到今天还是在讲这种话 还是在释出善意啊 我觉得李强当然跟王沪宁 他们这一次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不像过去那样子 很死板的就是 永远都九二共识一国两制 他不会去跟你讲这些东西 他开始用其他一些 比较多元的手段 然后比较缓和的方式 民生 然后又强调大家中华文化 强调两岸一家 这种方式去讲 那我所以我个人不认为 中国大陆会在这件事情上刁难 问题我现在怕刁难的 真正阻碍他回家是民进党 台湾自己人 对 因为民进党不知道要用什么名义 把他弄回来 因为你看现在他们对这个兵 到底是怎么样 其实我老一讲 大家何必这么假掰呢 不管这个兵是因为什么原因 基本上他就是逃兵嘛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他就是逃兵 他善离职守就是逃兵 不管怎样 除非你告诉我他不小心掉下去 不小心掉下去 身上还穿救生衣 也太厉害了 这个人早就知道 自己晚上会掉下去就是了 所以 这个人就是个逃兵 你就借另外逃兵 你就发布通缉令 就这么简单 然后就是跟对岸说 我们有个逃兵的 就是这样 那看你是不是可以把他送回来 我相信对岸很愿意送回来 但是我怕民进党 因为丢不起这个人 对啦丢脸 所以呢 就只好给你拐弯抹角 搞一堆有的没的 然后到最后他要操作什么 对岸刁奶 已经跟你说已毒不回了 对啊 已经先开始了 他我跟你讲 已毒不回 从邱泰山上任到现在 每天都已毒不回 都不回 从来没有回过 所以邱泰山今天还好意思讲说 什么插人 讲插话 我真的觉得邱泰山 你自己就是个插人 老实讲 你是不是插人 也就算了 你根本就是个废人 因为你整个单位 那个废物单位 陆委会从头到尾 就一点狗屁用处都没有 老实讲 这整个单位 根本就应该裁测掉 换另外一个单位来 我看我们不要换 那个陆委会去接驾 换警政署去接驾 搞不好人很快就回来 就把他当罪犯嘛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就把他当罪犯逃兵嘛 我们通缉他嘛 他就是罪犯了 把他抓回来再说吧 不过倒是放这种消息 蛮厉害的 前民党立委刘兆豪 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 就是提到 有多个群组目前正在号召 500名黄埔校友 要到中国大陆旅游 同时参加黄埔建军的 九九周年活动 陆委会主委邱泰山 又说 如果这些人真的要到中国去 不要做出让人非常伤心 或愤怒的事 冯士宽 我们的退辅会主委 他在上个星期第一时间 听到的时候 他很惊讶很吃惊 他说真的吗 那他们没有邀请我 那在今天的时候 他说 如果有退辅人员到大陆 参加这项活动 那在那 擾台的共军 金箭都没有减少的情况之下 我们情何以堪 那另外还有刘世芳委员 他说中华民国的退役将领 千万不要被当成大陆统战的棋子 否则将会使台湾军心动摇 他呼吁退辅会应该要查清楚 说明白 而且对外澄清 刘世芳我不意外 因为上次日经事件的时候 不是在第一时间 他居然就是要查退伍军人 是他 那这件事情我不知道 到底是谁在号召 那都有多少人去 讲的好像会声会影 真的是要被对岸统战 还是什么的 我还是会联想到 感觉有点搭上这个日经新闻的那篇报导 很难不联想 就是说是要帮日媒解套是不是 其实这个问题 我认真思考了正反好久 其实我刚刚汉庭走之前 我还问了他一句说 你认为黄埔军校的校友回去 参加这个会很严重吗 他觉得没什么 他觉得支持 那我的看法 就觉得的确如果说 我们要认定这个是正统 如果当时黄埔军校的正统人员 都已经到台湾来了 那当时留在大陆的 只剩下的是投降的士兵的时候 他们认为这边才是正统 那就是这个概念 那回去大陆就等于是 扫祖坟的概念吗 就是回去扫个祖坟不行吗 那难道这个校友回去看看 当年的遗迹不行吗 但是如果是要以正统为概念的 意思的时候 他的确会有一些敏感度 对 所以我才觉得说 如果他真的只是一个连移性质 只是祖坟概念 寻个根去观光旅游 这是一种 但如果这个 对我一个退伍将官来讲的 所谓的国家正统性 这个黄埔军校所认同的 主权是谁 为谁效忠 这种概念就变成 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思考 那么的确是 看起来就必须要谨慎一点 尤其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帮着日经新闻 去把它铺成说 我脑报导也没有错 是不是 对不对 可以这样到大陆去的时候 这个时候 反而应该要谨慎思考一点 因为他已经是政治敏感度相对高 而不只是一个 我只是个寻根 或者是我只是个校友联谊活动而已 那么如果以这个正统性 跟这个两岸之间现在的敏感度 也不用再被这些 由四方这些支流的人 硬要像是金时报一样 去把它贴上一个标签了 那么既然如此 既然冯士宽都已经讲了 100年我们在台湾办 所以99年就先不要回去了的话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在正反的很多思考之后 认为选择一个相对安全不敏感的方式 是一个好的模式 免得这时候被贴标签是没有意义跟必要的 那么日经的新闻如果是在侮辱军人 我当然另外一个角度想 我也不认为我只是去参加一个这样的会议 就代表我投共了 就被统战了 我只是回去参加一下大家联谊活动不行吗 我既然都已经退伍很久了 我有自己的自主性 可是呢 因为它牵涉到了国家的认同 跟军人的主权议题的不同 是感敏感一点 我是真的认真的 毕竟也不是这种军校系统出身 认真的思考一下 在政治高度的敏感度上面 谨慎一点好像是好一点 目前在号召这些退伍军人去参加 到中国大陆参加黄埔建校99周年的活动 邱泰山说 不要做让人伤心愤怒的事 逢世宽喊 我们情何以堪 刘世芳说不要被当成统战的棋子 这件事情董哥怎么看 民进党的特意 激进前几天三天前 所以每天用那个黄埔 就满满的中国一世 所以我们的陆军以后不能 不要再用黄埔金校 不要用这个名称 最好金戈都改掉 对不对 陆朝澎湃 党籍挥舞 这是革命的黄埔 怎么可以这样 但是你可以看到 民进党现在又怕 就是这些去的话 会有一个号召 那其实这个也没什么关系 其实我简单说一个 台湾很多人去复旦大学练书 对啊 这些年来 如果复旦校庆我回去 我是不是投工 不是嘛 大家讲说不是 清华也是 对啊 清华一堆 北大一堆 我们台湾有一堆这样的学生 那为什么黄埔 黄埔就是这样 他也是一所学校啊 他只是五学校 你是文学校嘛 那我们现在因为民进党 他其实 我觉得他自己充满了矛盾 这矛盾就是说 他现在对自己很没有信心 尤其对岸 对岸他现在其实 完全听美国的指导 可是美国有时候态度 又觉得很软弱 又觉得怎么样 所以民进党才会主动 去跟美国人讲 拜托你们那个众议院议长 那不要来 来这边我们就会很麻烦 过去其实这一趟 这个要是被 民进党那些基本教育派 听了一定觉得不可思议 可是华盛顿邮报就登出来了 没错是我们拜托他的啊 那我们拜托他说 你那个千万不要过来 过来会造成我们的困扰 会被国民党拿去做选举的操作 还讲到这样 那就变成非常可笑了 所以民进党我觉得他现在 是进退失忌 因为他过去认为 我用抗中保台这个是很有用的 那这一次的九合一选举 认为说好像没有用 那没有用他到底要怎么办 他觉得说两岸的问题讨论越少 可能对他越好 现在他的态度是这样 可是摆在台湾面前的 很多事情都跟对岸有关系 你的荣誉产品能不能过去 你那个兵你要怎么去要回来 这一东西 所以当他看到有人 号召说是不是去黄埔 我们回母校去跟他致敬 那是一个黄埔监金的 那个概念没有错啊 可是你的军队 军队是反毒的耶 军队是反台毒的 这是因为他绝对不能让国土分类嘛 这是他的就是保国为民的一个想法 那如果民进党连这一东西 自己都已经四分五类了 你如何去要求国军 甚至他已经退役那么久了 对不对 退役那么久就是老百姓啊 他虽然有农民身份 但是他就是老百姓啊 那我们今天看到当随便一个风吹草动 今天如果不是因为他去言嫌疾嫌疏 对这个事情他甚至会安装鼓励 然后看你们在那边弄哪些事情 我来把你扣大 譬如我举一个简单例子 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简舒培 他说我们台北市政府有个零时工 每天po那讲万安的行程 简直是前程紧跟啊 然后他很多字都用简体字很怎么样 他说你看台北市政府有多少机密会泄漏 听了好好笑 我从洗水的时代就在跑台北市政府 大概没有一个记者比我看过的公文还多啦 我也没看过什么机密啊 我们政府是个透明的政府不是吗 然后讲万安的行程那是公开的啊 他去哪里跳土豪舞跟人家打桌球 那些东西都公开了 只能说这个人很 很迷恋讲万安 是他的粉丝或怎么样而已 那又怎么样 他是个零时工 这个零时工是怎么来的 媒体都写他是陆籍哦 陆籍零时工 陆籍是不可能啦 他可能是一个大陆的一个 架来这里的陆配 那他如果会被安排到 表示他的情况可能是单亲或怎么样 比较贫穷的 所以是被政府辅导 是谁辅导你知道吗 是中央政府的劳动部 劳动部辅导以后 然后把这些人 你住台北 分台北 你住高雄分高雄 他是劳动部去审核器 那个分给各地方政府的 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对啊 是啊 可是民进党就可以 拿来操作 对 说你看 你讲完来 既然用了这种人 这是一个临时工 他说市府的机密 会不会怎么样 市府有什么机密 临时工能看到什么东西 浅秋当过高雄市政府的一级主管 看过什么机密 我才不太相信耶 我老实讲 就是说你要把它 扩大栏落 用这东西来讲东讲西 只看到民进党政府的信息 对不对 你什么东西都怪讲完来 那是花灯的兔子 那是中央的啊 你没办法处理人家 把你暂时安置在台北 捷运台北机场还要出来骂 讲完要负责 柯文哲要负责 奇怪 这兔子是你的 展览完了没地方去 我暂时把它安置 变成是我的事啊 今天你可以看到民进党政府 真是让人家不敢恭维 所以呢 兵哥黄埔孝庆这件事情 被拿来这样操作 其实就一点都不意外了 这很正常啊 那我是同意简丘的说法 也就是说 因为现在台湾太容易被操作 这些东西 所以本来 不过就是回去看一看母校 看一看古迹 这样一个事情 那因为有太多的政治敏感度 所以我个人其实是建议 这些将军 这些退役的将领 人家现在正在操作这一块 所以如果要这样的话 不如要办 就在我们台湾自己办吧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 是黄埔的历史 也就是 我们会觉得说 老共故意办黄埔孝庆是统战 对不对 请你们搞错 你知道黄埔军校谁办 黄埔军校是苏联人办的 是 当初孙中山办黄埔军校的钱 全部都是苏联给的 你知道蒋介石是谁叫他当校长 大家都看到 我们课本上都告诉你是孙中山 对不对 其实是鲍罗廷建议 鲍罗廷是谁 苏联顾问 是鲍罗廷跟史达林讲 史达林说蒋介石当不错 才将蒋介石去当黄埔陆军官校校长 所以 本来 黄埔军校跟共产党的关系就很深 当时的政治部主任是谁 叫周恩来 就是这样 然后 共产党的一大堆人当年都在国民党里头 也都在黄埔军校里头 所以其实他们真的 所谓国共一家亲在那个年代不是讲假的 因为当时就是荣共啊 所以共产党跟很多共产党的党员 直接就在国民党里头啊 所以黄埔军校里头 本来就有很多共产党 这个没有什么 但是 我们了解历史 会知道这个没有什么 可是如果 现在你去跟台湾的年间讲 他们听不懂 他们会觉得说 你看这些就是共产党 国民党就是跟共产党通在一起 这个是有他历史背景存在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虽然是有这个历史的原因 我也可以理解这种心情 也可以理解 有一些人真的想要回去看一看 但是 说真的在这种敏感的时代 还是大家能够避免就避免吧 因为你连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民党都会把你乱操作一通了 何况是还真的有一些 可以让人家当借口的事情 就好像当年一些退休的将领 他们去了 去了其实也没怎么样 他去了他也没有去跟 那个老共经理也没有去干嘛 只不过听人家一个演讲 你就把人家栽赃成什么样子 那更何况去参加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所以我真的是也是拜托 大家相忍畏国 因为我们现在就差最后这一里路 不要再让民进党得逞 好了 不过也拜托民党政府好不好 好好把心思花在民生问题上 我实在不想再讲蛋了 好不好 可是不得不讲 要忘我讲多久 行政院长 陈建仁他开始呼吁 下周会有200万颗鸡蛋进口 但是希望大家供体时间 不要囤积鸡蛋 那台南市长黄伟哲就说蛋荒 扩大是供需问题 不需要恐慌 但他直接打脸 他说鸡蛋不能囤积 而且还说之前的卫生纸之乱 还有人在用五年前的卫生纸吗 但蛋不能放这么久 大家不需要用这种方式制造恐慌 我整个笑出来 就是黄伟哲他的幽默 可是他提到了 所以就是五年前的 大家在囤卫生纸 那大家也就觉得说 你这个等于是 完全戳破蔡政府的话术 不是吗 只是我现在就是觉得 开始告诉大家说 我们不要囤蛋 不要囤蛋 现在风向已经是 开始灌民众囤蛋了 可是我们也都知道 金蛋怎么囤 金蛋无法囤 其实这个从侧一开始 就打这个角度 就是说谁错呢 千错万错缺蛋 是你们民众的错 是你们自己要多买蛋 把蛋给囤起来 真的谁囤蛋 囤不了 顶多多买一盒 是有可能的 但他使用期限过来 就是不能是 会吵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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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更难处理 这个用好难 想要把大家唬过去 就是这个态度 跟从头到尾 没有一点点歉意跟反省 这个话术 卫生纸缺 会造成这种囤积 谁害的啊 不是你民进党害的 就跟这个疫苗 话术 什么话术都一模一样 你们自己的施政无能 最后 通通都要甩锅 给一般的民众而已嘛 但是普天同庆 我对不起我 缺了六天 买不到蛋之后 第七天我买到了 这真的是我还特别 真的认真去问 每一个商家超市 你那六天怎么过来的 你就是每天去问 去排队 不是我就那种都去逛 包括传统市场 只要我有时间 但因为有些时间 是很晚才下班 没办法 就晚上到了24小时的 营业的超市 再问一下超商超市 都问一下 有没有蛋 都被笑嘛 被笑了六天 但中间我真的忍不住 就问这个超市的这个 主管店员说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说 那什么时间你们进货 有没有机会 他就是告诉我一个 135什么时间 可能中午左右 一般来讲我会不在 我不可能在那个时间去 后来我特别 那个时间就上过去看 真的 有剩下几盒 刚刚进来的蛋 其实很快可能就要没了 他数量进的很少 所以呢 就大家只要多买个一盒 两盒可能 就很快别人就买不到了 那我终于买到蛋了 这个是可惜可贺 可惜可贺 但其实这告诉大家是货 就是不够 顶多大家能多买多少 去多买个一盒 能多买多少 真的是没有办法 可是这 就已经造成了民众信心的不足 就得多买一盒 就造成别人少买一盒 其实这个就是政府的无能 跟让民众是去信任 就这么简单而已嘛 你就大方的认错 把问题检讨出来 告诉大家说 请原谅 我们就希望大家这个时候 我们 他已经讲了嘛 要跑去买鸦蛋 就鸦蛋买不到 会是涨价 那就是 就是大家没办法 这种状况 还要多久可以解决 只要陈其中三月底 可以下台 我什么都可以 没有啦 因为谢龙健居然相信 他在节目上 他居然相信 这个陈其中说 他三月底 一旦就会来 如果没有的话 他会之所进退 他会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隔天他立刻就改口了 后天就改口 从五月底 四月底到六月底 甚至是不是在明年 大选后才能解决 都不知道了 所以这个只是 民营长政府的无能 一再的想要推脱 可是其实不如坦诚面对 跟大家好好道歉 然后说明程序跟方法 去从供应链解决问题 这个才是对得起民众的方法 不就是只是话书 都只是后来而已 没错 而且你知道吗 将会有200万颗的鸡蛋进口 但是蛋鸡协会就告诉我们说 每日缺蛋高达400万颗 你这200万颗根本不够 杯水车薪 而且目前的话 刚刚前就讲说排队买蛋 已经是星辰六点开卖 摸黑凌晨三点半就要去排了 而且基本上都是 新闻报道这也不是我们 大排长龙 还有电门口排进小巷 而且连南部都这样才奇怪 南部也都是这样子 台南清晨六点开卖 两小时内卖光 然后那天我们另外一个主播张亚婷 就跟我说 他们家附近有一家蛋行 铁门直接给我拉下来不卖 然后就说就是没有蛋了 那他还问他说 那你们不是直接有养鸡场吗 直接过来怎么会没有蛋 然后老板就说就是没有蛋啊 就现在很焦虑 所以这个是国民党 他们在发这个一千颗鸡蛋 满志刚和徐晓星 结果当然就被出征 所以出征说 怎么这个时候还在囤蛋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荒谬 对 这个会被操作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也是很轻易 我觉得民党不管中央跟地方 现在对很多事情都束手无策 对 这个党除了贪污很专门之外 其他治国是无方的 一个兵跑过去 你拿他没办法 说对方已毒不回 当然已毒不回啊 你整个陆委会海继会 加这些金情单位 你加起来 不如一个金门选出来的立委 他所有消息都掌握 对不对 那要你们这些换统干什么 简单讲领高薪而已嘛 可是你可以看到 现在蛋也是一样 我们蛋是从七年年初就开始切 我们已经切了一年多了 蛋有问题已经这么久了 然后从七年片到现在 记不记得 那你今天政府 我们经历了两个农历年 都缺蛋 都缺蛋了 就一年多了 那你今天看到这个政府 他是完全 束手无策 然后开始推啊 说美国有缺蛋 那我只简单一个问题 为什么中国大陆不缺蛋 难道他没有擎流感吗 他也有擎流感 因为所有国情跟我们最接近的 当然是中国大陆 包括所有的饮食习惯 都什么都一样 那他为什么不切 他好像还蛮多的 那我们这边呢 我们这边就说 哎呀没有鸡蛋吃鸭蛋 结果鸭蛋也涨价了 对 那下来是不是要 要鼓励大家吃鸩醇蛋 鸩醇蛋 鸩醇蛋 我们在那个活跳墙里面 那个小蛋啊 是不是 所以可以看到 这些人其实是无人 无人他就 开始用推的用变的 成见人说三月初 又改三月底 然后现在四月五月六月 那请问一下 到底什么时候 为什么会买不到蛋啊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你要是 相信政府 因为以前都讲有政府会做事嘛 现在呢 有政府什么事情也不做啊 那 连一个小小蛋都没办法解决 你有什么执政能力 可以告诉大家呢 尤其是这么久了 但是民进党政府 他显然无所谓 我就赖皮赖到底 你要问我 我就跟你讲过一阵子 然后过一阵子又 你又问又过一阵子 一直一直的偏下去嘛 那这样的话 事情总是没有解决啊 所以今天 陈建仁讲说他是一个坚韧的内阁 他被骂的时候是很坚韧啊 因为就赖皮到底嘛 就很坚韧 可是你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那你当什么行政院长呢 当然你可以推给说 啊前一任那时候就这样啦 可是这毕竟是一个 连贯的民进党政务好不好 你们什么事情也不做 只是耍嘴皮 那这个党 这个政务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对而且不只是吃不到鸡蛋 然后接下来可能猪肉呢 也都没得吃 猪肉价格上扬 毛猪拍卖价格 每100公斤高达9000元 这是创新高 陈吉仲怎么说呢 猪肉价格上涨 是因为之前发生疫病损失 再加上饲料成本增加所致 不过国产猪肉 可因应需求动态调整 供货产量 国内消费者的需求9成 供货量充足 大家放心 他又挂包紧啦 说不缺啦 我觉得又来了耶 秉哥就是那种敷衍啊 应付啊扯东扯西的这种SOP 又来了嘛 哪一个不是这样子 我们要求陈吉仲是解决问题 可是陈吉仲永远会做的只是解释问题 解释 他每次都在告诉我们 因为这个因为那个 因为怎么样所以会吵 废话 然后骗人啊 对啊 他就在跟你鬼扯一大堆有的没的 反正讲到后来就是不干他的事 就是这样的而已 他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件事啊 那问题是什么事情都不干你的事呢 那到底哪一件事情干你的事 到底你作为农委会主委可以做什么呢 如果你什么都不会做的话 我叫一只狗来做不是也是一样吗 完全一样的结果啊 可是他也每天都一直在说 我不会恋战 我不会恋战喔 那只狗我给他保禄叫 我要给你薪水耶 不是吗 我请一只狗来当农委会主委 不是很好吗 我只要花保禄的钱啊 我花保禄的钱 为什么要给他一个月19万呢 我就不懂 所以陈吉仲根本就是废物嘛 但是问题是 现在蔡英文就喜欢这个废物嘛 他喜欢这个废物 继续在那边涂炭生灵嘛 那他应该是在位最久的农委会主委 刘思雅在位最久的 真的 而且怎么样死都换不了 跳票最多的 所以我们也痛苦最久啊 所以我真的是必须跟大家讲啊 我们已经痛苦了这么久 就再痛苦一下 痛苦到2024吧 因为你这时候把它换掉 搞不好有一些人就 就有突然间有小确幸 又觉得民进党可以投一下 那就完了 是这种功用啊 是啊 所以我现在是希望 陈吉仲在这个位置上 因为这个烂到一个无以复加 那刚好可以凸显出民进党 到底是多烂的一个政府 那所以陈吉仲在这个位置上 是有他的好处存在 抱歉 我知道大家都过得很辛苦 而且我跟大家讲 你以为只有猪肉会涨 还有什么 接下来所有东西都会涨 我跟你保证 绝对不可能不涨 因为第一个店家要涨啊 那接下来下半年可能 全世界经济会复苏 经济一旦付出油价会不会贵 油价贵的话你什么东西不涨 所有东西全部都要涨 对不对 美国的通通也还没结束啊 所以接下来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会涨 没有一个东西不涨 最近还缺水 所以水最搞不好也要涨 所以我们现在没有一个东西不可能不涨 缺水所以南部什么芒果 吃水没办法结果嘛 那你一缺水的话所有的植物 都受影响 都受影响 那所有的水果全部都会贵 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都跑不了 这些都会连动性的 所以我跟大家讲 接下来下半年喔 物价会很稳 就好像陈其中所说 陈其中并没有说谎啊 他说我们的猪肉可以供应九成 为什么他敢这样讲你知道 因为接下来的猪肉 会贵到你舍不得买 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因为贵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大家就想算了我不要买 就那这个时候需求量就没那么大了 那就供应无余了 他是澎湖浮蓬奇莱登酒店推出的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呢 这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氨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也是加分在加分 我们将大件事去找办公室 但是我们完全抓紧 然后再来 咱们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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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再来